大家午安 在中午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有地震 南台灣的朋友有感受 時間點是在12點14分的時候 我們從這張地震的 測報資料來看一下 先注意到它的正央 最主要就是在高雄的山區的部分 目前六歸的震度 是有達到一個四級的震度 以整個地震的分布的範圍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注意到 最主要就在南台灣 正央就在這個位置了 還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這個今年的地震的頻率來說 相對的比較偏多一點 因為在今天的凌晨3點鐘的時候 一樣也有地震 而且地點的來說的話 是在南台灣的海域的部分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南台灣恆春半島南方這邊 持續在板塊的運動之下 連續這三天都有規模到 5的地震在海裡面 但是這也就代表說 我們這邊的整個能量釋放 正在增加當中 要提醒大家 防震的知識跟準備都要有 但地震沒有辦法預報 因為現在人類科技沒辦法達到 但天氣可以預報 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的戶外天氣 Y島地區天氣起朗 在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地區已經到了31度 中部31 南部30 東半部26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注意到 颱風系統已經開始逐漸的 朝著北的方向在移動 對我們來說沒有影響 而在今天我們台灣上空 偏著南風上來 各地溫度高 這樣的高溫 兩天的時間就今天跟明天 但注意北方有沒有看到 有封面雲帶開始出現了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這一道封面雲帶開始出現 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時候 開始逐漸接近台灣北部海面 但北方高壓到禮拜四 開始帶進來東北風 所以溫度要下降 要到週四的時候降 那這樣的東北季風的影響 會持續到這個週休假期 所以南來北往溫差 相對的就會比較偏搭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溫度狀況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是舒適的 明天白天的高溫 比今天還要再高一些喔 提醒你戶外活動 兩件事情注意了 防曬跟多補充水分 而到了南部地區中午暖 戶外活動記得要注意的 水分的補充 東半部早晚雲層量略多 而外島地區的話 晚上溫度比較偏涼 下午山區有局部物喔 行車方面要注意